刚刚看到的是布林肯公开警告中国 同时呢川普的前顾问欧布莱恩 现在也投诉 而且呢他的战略强调的是 无论如何美国要加速跟中国脱钩 而且准备重兵部署亚太 对那么这个 刚才布林肯的讲话呢 他其实是重复了 说了更清楚 就是说这个美国人为什么 一直在指控中国人去支持 那这个俄罗斯 欧洲人为什么这样子 一直也认定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提供 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提供 俄罗斯军事装备 但是他支持了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原料资金 还有使得他这个战争得以持续 那么这个其实是打破了 这个美欧原来要消耗俄罗斯 消耗到他打不下去为止 那这样子的一个战略 那么这个事情 那北约这个秘书长 斯特伯格他讲的话 他其实也是同样的调子 那可是我觉得这几天里面 对于中国 或是俄罗斯 最狠的一份文件 其实是G7的联合公报 根据纽约时报在上面写的 我栽几个段落 栽一个他结论中间的段落 来跟他讲 他这个峰会最后的公报 他说的是 中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救星 在南海 他是日益加剧的威胁 作为一个任性的经济参与者 他向西方世界 倾销电动车 并且威胁要停止 出口高科技行业 所需的关键产业 这是G7的联合公报 他除了这一段话里面 这只是灾药 他总共指责了 中国有28条 这个不当的行为 或是危害世界的行为 这个事情 你刚才听到 为什么特别把它念出来 用纽约时报的文字 纽约时报是引公报原来的文字 这根本是习文 这要宣战的 对是宣战的习文的调子跟口气 我们写稿子对这种文字特别敏感 他不是川普跟拜登那种选举语言 随口这样子讲 为了华中举总 他不是 他也不是民进党政府 或者是赖清德 我们习惯一直去骂中国的那种 中国怎样 中国怎样 不是 他是一个七大工业国 垂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 然后他们所做的 这些领袖所做的一个 共同的公报 然后用了这么严 这么重的词汇 我讲坦白话 在我看来 这就是宣战的习文 然后呢 在这样子氛围下面 欧布莱恩的 这个美国的 这个川普时代的 国安顾问那个欧布莱恩 他所讲的话 他就不奇怪 他最近写了 好几个人写了一篇长文 他们在讲说 这个现在美国对于中国 那个战略都是乱七八糟 那个经济 都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 川普呢 如果回去的话 回到白宫的话 他第一个 就要跟中国 把经济全部脱钩 切干净 他说关税六十八起跳 关税六十八只是起点 那最后就反正就是 全部脱钩 切了一干二净 那就回到冷战时代嘛 几乎冷战时代都还没有切干净 我这样讲 然后第二个 所有美国 USMC 美国陆战队 全部调到亚洲来 全部租到西太平洋来 好 那反正他在 反正他在欧洲也没有地方打仗 欧洲 打地面战争 陆军就解决了 最多陆军就解决 那陆战队没地方去 那就通通到西太平洋来 好 第三个 恢复核武施暴 你要核威责 那没关系 你暴一颗 我暴三颗 我美国有的是 我有大概六七千颗 可以暴 好 大家 来硬的对撞 那么 这样子的东西呢 那 这个 这个 你听起来很 好像 如果你没有放在脉络里面看的话 你会觉得说 他这 黑笑 搞得那么 没有 我觉得听起来川普当家有可能执行 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 但是你把它放到前面那个脉络里面 如果我们再放前几年的话 中欧关系都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也许你会觉得很 对啊 很奇怪 但是你现在放到 G7这个脉络 全世界都这么讨厌中国的状况私下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可能实施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我会和您一起来讲